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an 今天我们来玩 玩那个 我之前和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要研发E50M的德国 那个中型坦克线 我的金币已经存够了 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我的研发线 基本上 我德国车的话也是缺最多的 目前只有研发三台 OK 我们今天来研发看看 基本上我是走到这一台 然后它的线的话是要这样沿着过去 OK 沿着过去的话 我这边的话就要往这边升 OK 我们直接来研发吧 研发 对 研发 然后我们不购买 然后我们往下一条线看 这边的话到这边 这边它能往上走 然后也能往下走 我们这边的话一样 这里哈 研发 然后到这个也要研发 然后接下来就到这边了 我们用50%研发券好 对哈 节省一下哈 然后一样不购买 再来哈 再来到150这边了 150一样了 然后直接一样研发不购买 然后最后就到150M这边了哈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一个炮塔 然后一根炮 然后一根炮 OK 这边我经验不够了哈 我选择就是我们来切换一下 我有 我有准备哈 我有准备哈 这边的话我有一张 35万的那个经验券 我们用掉它哈 嘿嘿 之前 之前准备好要留给就是 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哈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来对它进行一个研发 然后我使用的话 我使用一个50%的那个折价券好 OK 我们使用一个50%的折价券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购买 成员的话100% OK 前往战车哈 谢谢 恭喜我得到了这一台 然后一样哈 规定配件哈 标准的哈 大食物 小食物 还有一个大器 然后弹药的话哈 OK 哈 装备也买一下 装备的话基本上它要撞击嘛 它是一个 一个扇鱼就是和中型坦克对撞的哈 我们这边的话就使用一个那个 撞击的那个装备 然后这样这样 身穿的话基本上 如果我加的话 每加是6.57秒 加的话 OK 我先不加看看哈 我们这边的话再帮它补一个迷彩 它的传奇迷彩很漂亮 不过我目前没有金币买 我们直接用个普通的迷彩吧 普通的迷彩的话 有什么适合它的吗 看看哦 我没有什么选择 我们用这个好 这个猛毒 OK哦 E50我研发成功了 我的那个 战车里面又多了一个收场 我们今天直接就是来玩它 玩看看 看它好不好玩 因为基本上它都是作为我的对手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它嘛 我们来玩看看第一场矿山哦 非常的好 矿山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基本上 打开一个加速 哇我小饼刚刚没换 我带加速对吗 这台的话 OK哦 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哦 哇 操控起来也蛮 也蛮舒服哦 我们这边的话追哦 OK没人上山哦 这台是没上山哦 我们就 OK我也不上山 打它 哇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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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等一下 OK VC25想要上吗 我们这边等 OK 不行哦 我们要交给我们小伙伴来哦 中型坦克哦 这边的话 对方选择绕后了 OK 我们也去绕后吧 我们一起绕后看看哦 这台的话 嗯 不错 它操控起来蛮舒服的哦 我们现在就找机会测试它的装甲那些 哇 它转向好高哦 这边的话 这台暴依哦 咳 我们打暴依哦 然后这边有一台这个 打它哦 一样哦 它出现了我们就打它 OK 这应该是黑枪一炮 没中 没穿还是没中 OK我们等 对方又要出来了 OK我们打它 它想跑了哦 它想跑了哦 它想跑我们就 趁机会再抓多一炮哦 OK把它打着火了 它现在要走的话 基本上很难的 OK这台来帮忙它 OK往后退哦 我这边的话是有支援哦 只是说一样很危险 我的斧角不是很够 8度的样子 OK我看一下我小伙伴那边 我小伙伴那边基本上 哇哦 100来这边了 OK我们转场对方的那个 9级的驱逐坦克被带走了 我们往上面走 OK这场的话 我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对对方的那个 战车进行装甲车 我们这边的话 183大哥在这个位置 然后小伙伴又被带走 行吧我们看怎么做 OK我们的100的这个位置 加油把它带走 加油加油加油我被点亮了 OK对方的那个 我们的100 T57回防了 T57回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VC25在这个位置 我们打VC25 哇VC25有看见我 OK我们耐心的等 我们等这一台重型坦克被带走过后 我们才会有视野 基本上 它在这边的话 我们等这场被动了 我来帮它把这台带走 是行啦只是说 183在那个位置 哇好危险 我来打这一台 你看是不是 我说了吧 183 我们100那边突破不了 OK这场糟糕了 第一场 我们的50V的话 还在这边等 等敌人送上门 OK我们这边的话 183给了 那个对方T57跑 等了加油 对对对 帮忙一下 哇来不及 我们的那个 三台重型坦克存活 OK啦能接受 第一场的话无所谓 这边的话对方183 完了我们K91 可以 行吗这样 赶快躲一下 加油哦小伙伴 这边的话 对方已经 对方其实算很被动了 都是我们主动出击比较多 然后这边的话 对方生一台那个 清醒跟一台VC25 我们来看 我到对方 对面的T57 我在骂的 OK对方的这台清醒 带走他 过来啦 他有机会赢吗 应该有机会赢 我们的重型坦克三台 OK了 血量都还算有 还有5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做 这台给我的感觉 它的转向还蛮好的 就是 用起来目前是不差 第一场的感觉 还蛮好的 看有没有机会发布 等一下第二场的时候 VC25 VC25 来到我们家里了 真搞笑 OK我们第一场取胜 看一下伤害是多少 2600 哎呀 我有打那么多吗 OK哦 我们的100 打了5000 给他一个棒棒 他是我们的MVP 然后对方的183 减了很多水泡 OK哦 蛮幸运的 OK我们 哇哦 这个1700 你现在给我这个没用 我没金币了 我金币已经拿来研发了 OK 我们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 不要换一点配置 他这边的话 他的转向的话 是55 可是他的车身重 他转起来的话 基本上 不错 然后最高前进是60公里 引擎马力够 推比重的话 是22 不高 我们这边的话 我加速 我不带好了 OK 我不带加速 我带身上线素 跟小修理 基本上 我这台的话 应该不用抢快 我们来玩看看 玩第二场 不错 感觉 我是感觉蛮好的 虽然说 他已经 出了非常的久 可是 基本上 第一次玩的话 感觉还是OK的 只是说 他的造型 四四方方 第二场 OK 这场到终于有我 发挥的机会了 我们来 直接往前走 你说他慢嘛 其实也还好 像这种地形 一开始 往斜波走 他也是很快 能抢到地形 然后我这边 往路跳了一下 往前看 OK 对方 140 跑过去了 然后T541 躲他一下 嘿嘿 我又有装甲 对我设计的时候 进行了一波友谊 OK 这边的话 再看看 哇哦 还能穿我 OK 我们来针对这一台 还没过来 还没过来的话 我们往这边压 我感觉对 他们的重型坦克在另外一边 剩下驱逐坦克 OK 我们有装甲 在瞄准我们的时候 会稍微犹豫一下 OK 我们这边的话 OK 他被带走 哇我们183在哪里啊 为什么能打到他 我们183为什么能打到他 OK 断了 哇我们183冲锋 我们183在我们旁边 还有我们的那个 T921 OK 把它带走了 过后我们躲一下 我们的那边的话 我们的T57被带走 对方进行了一波流 然后我们的S4 什么都没 什么都没帮到 OK 我们这边的话回防 哇 我这台可以耶 我感觉我这台还蛮棒的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 对方100过来了 183的位置被亮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和183对抗吗 行哦 都是德国坦克 我们看看能不能对抗 OK我这边的话角度差了一点一点 对方4202在那个位置的话 OK我们来揽4202 帅 OK他没穿我 这台坦克的特色 能跳弹 OK 被打着火 我们扛他一炮 对 这样 OK我们这边的话 我可能要扛他第二炮 我们躲他一下 看能躲到 OK第二炮他穿我了 没关系哦 哇哦 喉咙 我们算扛线成功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看 这台 哇哦 完了完了完了 OK OK 他扶脚的话基本上 就是刚好够用哦 这种地形的话比较 差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等小伙伴哦 小伙伴能进行一个支援 还在还在等 等我们等他被带走 我们这边的话 慢慢 这样子过去 OK我这炮给到他了 炮塔回来了 我们快点走 不然等一下被他集合 OK他被带走 找一巴上 哇哦 OK哦 四韵跟一巴三都在躲 我们这边的话 小心一点过去 OK对方一巴三出现了 哇哦哇哇哇哇 快躲快躲快躲 快躲快躲 他刚开炮了吗 他有开炮了吗 我们这边看一下 他很像开炮了 OK哦 差一点点 OK哦 不要撞我不要撞我 哇哇哇哦 差一点他又开炮了 OK我们这边直接来把他带走 然后还有对方的四韵 四韵被白兔被那个我们的蟋蟋 激活 我们的IS4很像 很像很尴尬一直在追敌人 OK哦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场的话 第二场打了3300哦 不错 哇哦 补助一千哦 发现两个敌人 OK哦 蛮棒的 我们来玩第三场 行哦 这台车给我的感觉 我本来是想要明天才做的 然后因为喉咙不舒服 可是后来想一下 算了吧 赶鸭子上架 然后今天也是和大家来介绍这一台 小老板不吝啬的话 记得把我的影片看完后 然后给我一个订阅 然后帮我点一个赞 你们的观看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OK这场的话 一台中型坦克 驱逐坦克那么多 然后对方中型坦克是IS7跟那个Mouse 还有一台NK6 我这边的话 老样子哦 我要用这一台去赶对方的那个 那个驱逐坦克 OK哦 这边的话 每次小伙伴强调说 玩中型坦克的话 或轻型坦克 来这边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驱逐坦克给赶走 不要让他们威胁我们的小伙伴 哪怕这不是一个占领哦 对方也有可能在那边埋伏 我们先看怎么做 这场比较尴尬的是 一台中型坦克哦 可是他们全 我的小伙伴全都往这边走 所以会非常的危险 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IS7肆无忌惮的过来 这边的话我们发现对方183 我们打一下183 然后往后退 对哦 他们会贪心哦 贪心的话就不往后退哦 不往后退哦 我们消光了过后 我们来对他进行第二轮输出 这样哦 还不往后退哦 你看很贪心哦 我们再打他 他多一怕就被带走 对方183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会打的 哇哦这边 你看哦 MK6打我了 我们这边躲一下 一波6在这边了 我们小伙伴都在这边了 我们小伙伴都在这边了 OK我等了小伙伴 这炮打完 对你下去哦 第二炮换我来 第二炮换我来 一人给他一炮 哇我这炮没穿 OK对方155在那个位置 我们好好的看他一下 这样哦 给他一炮 然后我们躲他一下 再看 OK他下去了 这边来人了 哇哦183要来报仇了 这台183非常的勇敢 我们 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 OK我们还大胆的进攻啊 给他一炮 哇吓死我 刚刚差点被他先开炮 对方的话 4202在这个位置 4202下去了 然后还有一台155在那边 我们这边的话 小心的过去 哇 先把 可以发现对方的那个 给他一炮 然后我们躲他一下 这样 打开一个伸张线素 他会过来哦 他急的话他就会过来 OK我们再打他 这怕他穿我了 OK我不急了 我不过去了 本来我是想要吃对方的 那个4202 我们这边等一下 他不耐烦的话 他就会进装天 他只要一进装天 我们就要把4202吃了 这样子过去 他这样子应该发现不了我 对 然后我们抓这台4202 Bye OK对方肯定进装天 我们这边的话打他 我就不信他刚刚没进装天 哇哦 他刚刚真的有进装天 我们这边的话 把他带走 要撞我吗 OK哦 他不撞我 我们这边的话再绕 OK把他带走 然后对方的话 Mouse在那边满血 OK哦 他真的是冤枉 他真的是好冤枉哦 他躲在那边的话 基本上 没输出的机会 我们这边的话要来对他进行攻击 我们这边往上走 OK哦 行哦 这台的话 我感觉是好玩 应该是好玩 我们这边的话等 对方的百度身后对着我 我们这边的话有机会 把他带走 OK哦 还来给我机会 对方 我一个人打4个人头 超好玩 这边的话我们等 因为我现在被晾 如果出现的话 对方的Mouse 都会把我带走 OK我现在没有出现 对他进行输出 OK哦 你要看我吗 他往下走 我们打他 然后往下躲一下 对哦 不给他机会哦 这样哦 他现在看着我的哦 OK我们往上走 哇哦 这个人头不是我的 来不及了 我的 哈哈哈 OK哦 OK非常的棒 这场的话应该伤害蛮高的 3,900 OK哦 更高一点哦 非常的不错哦 这台给我感觉 补助1,354 发现两个敌人 然后 1,400 只有一个M1排 这台没有什么能玩吗 还是 OK我们现在玩了三场 三场的话 给我感觉的话还是不错 OK我们再死 等一下我看看 OK我们再玩 继续玩哦 OK哦不错 这台给我的感觉的话是 1打1的话 他会很强势哦 如果是1打多的话 基本上他也有一个保命符哦 1打多的话 如果是有地形的情况下 基本上 中坛对中坛 如果我还有其他小伙伴在身边 他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 因为基本上他有装甲嘛 大多数我们在对战的时候 除了集火的情况以外 基本上我都是会选 就是没装甲容易击穿的 OK哦所以这台基本上算 很有特色哦 他的重量的话 如果他以高速撞人的话 可以把很多台就是 撞成 撞成重伤哦 OK哦非常好玩 我们这边的话持续来点亮 可以哦就是感觉 就是之前一直在想要研发他 然后就是怕 他出了太久了 然后玩起来会有点乏味哦 现在感觉还好 并不会哦 这边的话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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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 髒话都快飙出来了 OK哦一个动作害死我 这边的话我们打这台 打这台B-C25 一开始掉太多血了 这边非常尴尬 然后对方这一台在这边进行一个 叶泥炮 OK哦 让我打到 这边的话E50在这个位置 看你下154也在这个位置 哇 没穿 我们的小伙伴 唉 好糟糕 全都在那边吼 我后面来人了耶 我这边好危险 我小伙伴为什么去那边啊 这边两台这边一台 100应该暂时不会过来 我们专心来对付这边吼 对方的65冲下去咯 想要对谁激活吗 我们呢 他们的50B应该是进装填 我们这边等他一下 哇 还没进装填 OK 总要进装填了吧 看来两炮了 对方的这台坦克在这边 他上去支援他们那边的坦克 我们这边的话好好描述 进行输出 OK 现在两边不到暗 他们我们那边的话 哇 爆那个我们的100倍 OK 爆对方的弹药交给咯 这边的话成功的减圆他们了一下 所以压力没那么大咯 然后这边的话 BC25 给他一炮咯 我一开始开场掉太多血了 然后对方的话 把我们的那个什么带走 这边的话我们等 OK 不行 等不到了 我们那边的话彻底要凉 我们这边的话只能躲回去了 进行一波消光先 对方的BC25会看着我 我们这边的话 没办法 要怎么做呢 断他履带 268不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100的话还在看 我们这边的话 只能先针对这台100了 只能先针对这台100了 把那个场地给空出来 OK 我们对方的话 陆续被带走 好危险 这边已经没希望了 好危险 268又给我一炮 OK 这边的话 这场打的混乱了 我一开始掉血太多 然后小伙伴的话 美中不足 我们这边的话 哇 这台过来了 我们的183 对方还在这边 OK 我们等 好像已经没什么机会 我们还打这台150 我们打这台50B好了 对方的50B要来吃我 OK 自杀4公斤哦 快快快 我的天啊 我们的175 卡在这边干嘛 满血 OK 第四场 输了 终于输了 这边的话 伤害有啦 3400啦 然后 小伙伴 我们183没伤害 OK 让你玩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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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 OK 我们来玩第五场 可以啦 这台的话 基本上 我每次在做视频的时候 我会打得很绑手绑脚 这就是我唯一的缺点 我没做视频的时候 基本上 我发挥会更高一点 OK 我们这边的话 平常性玩吧 这场的话 一个大十几方 没有任何9级的那个重型坦克 然后对方的话 两台 我们这边的话 三台 巴顿跟TVP 行 我们这边的话 往这边移动 对方的重型坦克的话 50B T57 跟那个100 OK 他们可能会支援 这边 我们那边的话 TR015 OK 对方没来支援这边 我们就大胆一点了 OK 我这场的话 我想 完了 不要那么保守 这边的话 对方的TVP出现了 打他哦 哇哦 400 我划算哦 我们这边再等看看 再来吗 再来我再给你多一炮 对方的M48 OK 这个位置我瞄不到 TVP已经退了 我们的50B过来了 我这边的话 喊进攻 我先上我打头阵 然后对方的TVP又挨了一炮630 然后这边的话 M48没有战役的样子 我们打他 OK 两台想跑 我小伙伴能来得及吗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还在跑 我们让他们跑 这样 不要追的太急哦 大概大概就行了 我们小伙伴的话 跟的上才追 跟不上的话先不追 对方呢 坦克的话 绕我们一把扇 那边过去 OK 比快了 他们抢快了 我们也过去 进攻我们的那个 进行坦克跟T62在干嘛 对方打一波咯 我们这边的话也要跟着一波 然后对方的那个M48在这个位置 OK M48被带走了 然后那边进行了一波 哇 我这边要去扛一下 对对对 不能让他们冲 哇 他们发狂了 他们发疯咯 打他 OK咯 加油 把他带走 对方的话 完了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浮角 OK 对方还在跑 让他跑 他已经 一直在躲 打 那个对方的蟋蟋 OK 对方的蟋蟋还想来哦 再打他 这样 OK咯 我们的50B终于来了 吸引一波吸引一波火力 对吸引一波火力 吸引一波火力 哇 我这个浮角 每次不小心偏偏抓到一个高地形 很难用 我们T62来了 T57在装填 我们专心打T57 我们血量够 不客气 对哦 让你打我 很关心哦 尽量打我 对对对 尽量打我 还打吗 再让你打对 抗点伤害哦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一台基本上也是不错的哦 带走你哦 OK咯 他把 他 挡着对方的那个268了 OK 268 打穿我了 我们来打268 我们的50B满血哦 行哦 这场能取胜哦 卡着我们的小伙伴 会雕砖射击 这边哦 再给你一放 再给你一放 哎呦 OK哦 起算哦 GG 对哦 GG 我们这边的话 4770 行哦 补助的话 发现两个低了 然后我小伙伴这边的话 行啦 也能接受啊 只是说玩得有点小被动 哦 拿一下箱子 OK哦 不知道小伙伴平常在玩这台哦 如果你们有这台的话 你们玩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哦 如果以 嗯 以100分来说哦 我会给他 89分哦 OK哦 他在中型坦克里面来说 他算蛮 就是 已经出现蛮久的哦 算一台老古董 可是他在战力上面的话 基本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新的那些中型坦克哦 TVP啊 意大利的65啊 完全不输他们哦 哪怕 甚至是对上一个T22 我相信他也有一战之力哦 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因为基本上 他是一台有重量哦 有装甲 有重量就不会被 被人推挤嘛 然后也不会怕队友就是挤你位置 OK哦 玩起来是OK的 这边的话 我被点亮 对方也是一台150N哦 这边的话 强强对抗哦 哇哦 我又是站在最前面嘛 OK行吧 我们这边来看 对方的那个 8盾 打开一个肾上腺术哦 对哦 再打 OK 打不穿哦 这边的话 这个位置 蟋蟀往下冲 OK 我知道我要干嘛 小伙伴还没开战线哦 我们先把战线打开吧 对方在这个位置 我要怎么进攻会比较好 OK我们140在干嘛 两台在这边哦 然后对方的蟋蟀在这个位置 OK我们先进行占领 对 逼他们转位哦 这边的话对方的那个蟋蟀会过来嘛 OK 站领好了 往后退 不行不行不行 140你不要送死 完了我们的140在干嘛 哎 真的是哦 星级吃不了热豆腐哦 OK哦 不要紧张哦 我们的140就这样没了 嗯 OK我们140没了哦 然后对方的M48的话 OK对方M48犯错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哦 OK哦 这时候才是进攻的时机哦 那台140刚刚这样过去 哇哦 我真的是被他气死了 OK哦 撞他哦 这样哦 拦着他 哇哈 两怕都没穿OK哦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效果 他的装甲不错好玩哦 跑哦 刚刚在刚刚有两台撑腰哦 现在跑了 我们来抓他 看是你跑的快 还是我跑的快 加油跑 加油跑 对加油跑 对哦 不要停哦 加油跑哦 不要回头看我 回头看我就玩 OK哦 怎样我也是一台中型坦克 你不可能就是 我可以撞你 OK 拜拜 我用我取胜了 非常棒 对方的TR015 还是 刚刚是这台清新坦克对我进行设计哦 我们这边的话来看 过来了哦 然后T57也过来了 我们打T5机 OK 不行 转集火那个TR015 这样 先捡员对方 OK 队打我没错 打我 OK 队对对没错 这台的话 我们顶他 装甲好好用 好好用 刺激 OK 三炮都没穿 你真的是憋大的 把他带走过后 剩一台1357的肯德基 我们去吃他 这边的话队友打我 没错 装甲真的堪用 不错这台没研发错 难怪小伙伴会叫我做他的视频 他算很OK的战车 这边的话我们看 OK 顶他 打他的缝隙 小伙伴你注意看 他的炮塔跟车身的 这边有一条线 正面有一条衔接处 对不对 这条衔接处是必穿的 对 如果你打他的时候 你他都是全红的 你打他这条衔接处 这边是必穿的 这是100的一个小落点 这场取胜 非常的棒 4500的高伤 OK 我来看一下我这台小伙伴 下次不要急 OK 这场也取胜 哇 这是什么 OK 这先不管 看一下 OK 玩了六场 我感觉是不错的 非常的棒 好了 那今天和小伙伴介绍这一台 希望大家看的 喜欢看的开心 然后影片一开始 因为 今天本来没想要录影片 想到明天才开始 因为后容有点不舒服 就是 有 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见谅 然后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 你们的观看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那下次还会再为 一些小伙伴做其他的视频 那今天先这样咯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